請你幫我健康庫 雞蛋保存迷思 方法搞挫傷健康 蛋洗了以後 重點是蛋架 重點是蛋架 不對啦 重點是要洗 洗完的時候才能放 我必須說這兩個動作都錯 其實雞蛋它自己外面有一層 所以當你經過清洗的動作之後 反而影響了它天然抗菌的能力 因為台灣很多的冰箱 它的蛋架是設計在冰箱 第一個它常常開關 溫度在變動 已經不建議蛋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生活知識大集合 正確觀念你對了嗎 最實用的健康資訊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厲害了 我們請到四位 誰不是人生父母養 誰在家裡面沒有父母照顧 孩子要看護的 是 沒錯 所以在居家 我們的健康照顧方面 我們要做得很好 要在家裡也要注意到健康 對啊 比如說 常常有時候PM2.5 特別盛行 塵蠻特別多 所以這方面我們就要好好考好大家了 好不好 看今天誰是我們居家 健康知識王 來 文綺是裡面唯一沒有結婚的 我沒有結婚 對 你今天到底是來 我來最近有點忙 生了一個孩子 生了一個寶貝 是的 還生了一個女王 是的 他唱片了 是的 恭喜恭喜 不僅氣著年代還能發片 謝謝 這個是要有實力堅強 對啊 打鐵女王啊你看看 是的 Party Queen 名副其實啊 你常常講後一打鐵啊 還是 不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想要寫打鐵 這是兩個字 不不不 打鐵 不不 好好講 打鐵 我現在這是打鐵 不是因為我其實在一個Party裡面呢 就是一個比較有朝氣 然後帶給大家歡喜那種感覺 歡樂 而且我這次不是只有帶一個人 對不對 我還帶了兩個人 還帶兩個人 厲害了 我跟你講這兩個人 有看到嗎在哪裡 共神 不是 不是就是跟我的師兄 還有師兄 號角響起一起合唱 哇 Yes 誰帶號角響起兩個人 天團耶 哼哈二將 對啊 我這不好意思 你這個陣容 你真是太恐怖了 那時候我拍MV的時候 你知道我多不好意思 我就坐著了 每個大哥就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這樣子 哎呦 那你剛剛組一個團體 就叫服露鬥就好了 喂 那三個人 下一張專輯 是是是 但是我們其實真的很會唱 大家可以後來欣賞一下 是 好 好來 女王不敗 謝謝 厲害 謝謝 來 多支持啦 多支持 好 但是我希望你藉著我發新專輯的這個氣勢 是 我們今天題目好好地答一下 好 各位六道題目 前五道題目 趙冠麗 一題一分 一題一分 第六題叫逆轉題 一題三分 前面落後不算輸 好 還有機會 OK 壓力大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哪裡 你還沒講嗎 玉琳哥 壓力大在我如果輸給張文綺怎麼辦 那你就成袖了我 我聰明 傳出去還能聽嗎 不要這樣講 我們一定會用力 廣為這個歌頌 對 一定要的 宋女王是正常的 宋女王今天張文綺智慧開了 對不對 嚇死大家 這個我們沒有期待 不要這樣子 說不定 來 準備 第一題 我們現在看的是觀念篇的第一題 觀念篇 居家健康知識大考驗的第一題是 下練居家用藥的觀念 哪一個是錯誤的呢 一說是飯前 等於是用餐30分鐘前來吃藥 飯後表示餐後可以立刻吃 另外第二 止痛藥要冷藏 三是止洩藥水 不要配水 還有四 小孩的藥粉可以配布丁 何者錯誤 對 錯誤 就是說他講那個事情 不對 這四個應該都對吧 這個你不用解釋 因為 一般人不懂 有時候會轉不過來 很期待 不是選對的 等於說那個事情不對 不對 不要記的 我知道 這時候不能打鐵 好 來 二二三四 第一沒有人選 一一定是對的 因為那個 犯前的原理我不是很懂 那飯後一定是要立刻的 因為通常會限定 在飯後吃的 通常都比較傷胃的藥 對 所以你就是要 或者食物一起 是吧 你看 有人點出 有折一斷 怎麼會缺免醫師呢 對 好 那你選三的原因 我跟你講我選三的原因 單純我看錯了 我現在換來得及 不是可以看錯了 因為其實我本來 我本來是要選二 因為紫瀉藥水 我把它當作瀉藥 因為我前陣子去健康檢查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 邊看我都忽然想起 對啊 我健康檢查的時候 他給我一包瀉藥 然後他叫我一定要配多少多少礦泉水 而且量還滿大的 是喔 對 但是我發現 糟糕 不是瀉藥 是紫瀉啦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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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玩這個水 然後喝水 搞不好我是對的 搞不好你是對的是不是 為什麼要怎麼啦 因為既然都要紫瀉了對不對 幹嘛還加水 這幹嘛要加水 因為紫瀉 那你還加水 那水本來就會拉出來 你知道那個腸胃炎的喝水 馬上 上面喝下面就再滴了 對啊 那水當然不要配水 你紫瀉的還要配水 那不是上面 可是它是對的啦 它是對的啊 所以我怕想說 不得啊 玉琳哥 玉琳哥 我都昏了啦 你要不要再開始 你剛剛講的 重對的喔 錯的喔 不對喔 你現在重播那個畫面 好啦 我本來是要選紫瀉藥 好 來 要冷藏吃錯的 先生 你選二 猜的 沒有 因為你看刪除法 刪後立刻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食物在下面墊的底 因為可能怕消化到 直接藥傷害到你的胃 那紫瀉藥水不要配水 聽起來就是對的啊 喔 對 然後第四個 小孩子藥可以配布丁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帶小朋友去看病 我跟醫生講說 小朋友吃了藥 小朋友不願意下咽 醫生講說 你可以配點養樂多 可以配點甜的 配點果汁 所以我想配布丁應該也不 不違背嘛 一定是可以配的 應該是可以配 只有說 不能配葡萄柚這樣子 葡萄柚 那當然不行啊 還酸 還不能配小紅蝦咧 當然啊 藥不能配葡萄柚啊 對不對 王醫師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小孩的 我選是因為小朋友嘛 真的難免都會吃藥 可是布丁它是屬於 奶製品的東西 跟藥應該其實是 不能搭嘎在一起的 奶製品 奶製品不能啊 可以啦 吃藥還可以配牛奶 那要隔30分鐘再喝奶 球啊 要不然吐出來 哎唷 吐出來 哎唷 你知道沒有 這也是 這也是 還要在小孩是不是 對啊 像都是只丟給芽芽 對 你有在顧嗎 算 老師 身材解答是哪個 王醫師 餓 餓 所以只有我 我跟 我跟健身跟對耶 一般來說 藥要飯前吃的藥不多啦 要空腹服藥真的是不多 那一般飯前就是要飯前半個小時吃 那飯後的藥 一般大部分的藥都是飯後吃期 飯後你馬上吃 隔個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圓長都還OK啦 那這飯前的藥 是比較 那剛才提到說 紫蟹藥一般來說 如果是一個紫蟹藥水的話 有時候你 大家肚子太嚴重 那個你一個白色的白桃土 那個紫蟹藥水 它要飯前吃 它飯前吃的目的說 它希望把你的胃黏膜先保護好 你後面再吃東西 才不會引發後面再腸胃炎 那一般的藥 不需要冷藥 一般藥是放在 陰涼處 那冷藥會怎麼樣嗎 那如果說冷藥的藥 你拿出來 它會幹嘛 它會吸那個空氣 它那個藥丸會黏黏的 然後水汐會變成 就是有點類似潮血的現象 是拿出來的時候 對 因為你拿出來的話 基本上它是冷的東西 就跟你把那個 那個可樂 冰的可樂拿出來 在室溫中 它會吸到那個 會旁邊有水珠 那一樣的藥會有水珠之後 那個藥就會變成 那至於剛才 那個海軍 你都當過媽媽了 小朋友要吃藥 是很痛苦的事情 有布丁可以吃 我告訴你 如果小朋友得到那個腸病毒 他不要說吃藥 他連吃東西 喉嚨都很不舒服 這時候融化了冰淇淋 布冰的布丁 我太晚認識你了 我應該早點來這個地方 那怎麼辦 那你小孩如果不吃藥 你都怎麼用 你又不敢要吃布丁 有那個啊 你是拿針筒這樣子 把它打進去嗎 不是啊 因為現在旁邊有加 那個甜甜那種糖漿 霍金蟲 是那一種嗎 我有提醒大家就是說 那個Air的部分 很多人很習慣 把那個藥丟在冰箱裡面 對 我看很多 包括你又看到阿嬤什麼 眼藥水啊 痔瘡藥膏啊 然後什麼 偷偷在冰箱 其實原則上是 除非它有特別寫名 請你放在冷藏 不然你就不用放進去 比如說有些抗生素類的東西 它可能會特別提醒 其他就不用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說 為什麼不能放冰箱 還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怕污染 因為你冰箱其實 冰一些奇怪的東西 它有一些菌 或什麼可能污染 第二個是怕吃錯 因為有些人 晚上搞不清楚 到底是藥還是什麼 就拿去吃了 之前還有人把那個 那個雙面 三秒焦當眼藥水在底部 對 所以不要放冰箱 可是如果說當你發現 要放在外面的時候 要怎麼放呢 它有一種那種保存桂 很像我們那個紅酒的桂一樣 它就有溫度調控 真的 如果你有很多 可能比較貴的 慢性病藥品的話 可以放那裡 那一旦過了 保存期限之後呢 請不要再把它丟在什麼 馬桶還有水槽了 因為我們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發現 因為我們台灣人太常 拿很多藥都不吃 然後又隨便丟 所以我們在我們那個 河川的底泥裡面 都找得到那些藥物的成分 所以你這些未來 比如說如果你是抗生素亂丟 未來這些河川裡面 都會有抗藥性菌 因為它土裡面就有抗生素 吸魚吸蝦 這太重要 不要以為說這樣是方雨治病 絕對不是 你就是整個環境都汙染 所以藥如果用不完 有一個方法是 現在社區藥局會幫忙回收 你可以拿到你們門口 那個社區外水請他 你就給他 他就會丟在特定的回收頭 再不然就自己吃光算了 也不要吃 還滿滿也好了 也不要吃光 肚子餓也不要這樣子 來 第二題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題目 要振作 看清楚 從健康的角度思考 下列冰箱使用方式何者正確 一 這個蛋是洗後再放蛋架 二 熟的香蕉跟蔬菜一起冰 三 剩菜的話是在冰箱的下沉來存放 還有第四 中要冷凍最多一年 三 一 一 四 剩菜要冰箱的下沉是不是 對 為什麼 因為冷空氣是往下面走的 所以剩菜把它放到下面 放臭的東西在下面 它就沒有辦法再往下走 我想想看冷氣往下走 那因為剩菜臭 那可是誰說 誰說剩菜是臭的 有沒有剩菜不見得臭 可能味道比較臭 你說的有道理 對啊 你不是在上面聞到的嗎 而且溫華講對 如果剩菜臭了為什麼還要吃 對啊 我不做下去 他還沒說啊 就是因為臭了才要處理掉 要放冰箱嗎 Oh I don't think so 維修了吧 好 來 一 但是蛋為什麼要洗咧 對 為什麼 我還洗過蛋 我有洗過 可是洗蛋真的不是它的考題 它現在的設定命題是說 洗蛋了 蛋洗了以後要放 重點是蛋架 你不要搞多重點 重點是蛋架 你怎麼在洗蛋 那不然要放啊 蛋為什麼要洗 可是最後都要放哪裡咧 起蛋以後當然要放蛋架 不然你要放哪裡 就在地上嗎 不行嘛 在地上會被拆破啊 重點不是洗不洗 對 重點是要放蛋架這件事情 重點在這 沒有不對啦 對啦 重點是它的意思是說 買完之後它的意思是說 就是沒有洗嘛 所以要洗 所以重點是要洗 洗完的時候才能放 就跟我就是洗完之後 才能放冰箱 不能就是不放處理 蛋架也沒關係 對 重點是不是蛋架 那他為什麼要強調蛋架那兩個字 因為他沒有強調 那為什麼不說洗後放起來就好了咧 會不會放碗啊 有些人放盤子啊 有些人放一個籃子裡啊 那為什麼說蛋洗完以後放著這樣子 對啊 放起來就好了 重點那你就可以寫說 買來不用洗 你們兩個不要吵架好不好 就只是個那個 只是個蛋而已 只是受洗 找他們拿蛋來都是一個籃子 裝飾看很重 重點是你們兩個選的是一樣的 對啊 我們家有默契 來 海君 因為中藥通常 因為我們家也是有放中藥 那有一些中藥呢 如果這一次沒有拿出來燉機 還是幹什麼的時候 浪費了 丟掉就浪費了嘛 一份一份撿起來嘛 你們家這個冰箱都會放中藥 是會要幫Nono補腎嗎 就那時候剛好 不用補腎 腎好的不得了 Nono的腎水太多了 腎水 我有時候跟他一起錄影 我也就跟他一起錄影 看他褲館第一東西出來說 那是什麼 然後那腎水 手汗 手汗 低手汗 所以是中藥冷凍最多一年 對不對 超過不行 超過壞病 我們還有一句話 不可能中藥要冷凍 為什麼 如果中藥冷凍 那中藥房那些中藥都沒有冷凍啊 對啊 都放在那個裡面啊 抽什麼裡面啊 說不定他 他打烊的時候拿去冷凍 什麼 哎唷 喂啊 他幹嘛幹那麼肥的事情啊 好啦 這四個答案 怎麼媒體都有一個人 隨便舉舉錯了有沒有 對啊 奇怪 來 真的很奇怪 對啊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就是那個 一路都要四的 啊 中藥 先從一開始 因為一這個爭議很大 到底是洗 還是在淡架 還是問題在淡架呢 我必須說 這兩個動作都錯 淡架也不對 第一個是洗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雞蛋它自己外面有一層保護膜 所以當你經過清洗的動作之後 反而影響它天然抗菌的能力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般 如果你買的是洗犬蛋 就是一定要在冷藏買 那個時候它已經洗過 不用再洗 那如果你去買那種 還有什麼雞的毛啊 還有那個雞的屎的那一種啊 雜貨 就是那種常溫的那種蛋 會建議你其實稍微 把蛋殼擦一擦 弄乾 把那個東西撇掉 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洗了之後 就影響它抗菌對不對 那二 為什麼說放淡架也不對對不對 因為台灣很多的冰箱 它的淡架是設計在冰箱門 它冰箱門因為它常常 第一個它常常開關 溫度在變動 然後有一些震動或幹嘛 所以現在其實多數的人 已經不建議淡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它希望你就放在淡盒子裡面 放在平的擺 所以兩個動作都不對 好 第二個沒有人選 大家都知道熟香蕉 香蕉很深的時候不要冰它 因為如果你冰它它會很難熟 好像黑掉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香蕉它在成熟的過程中 它會釋放一種 我們叫植物的生長激素 就是叫做乙烯這種氣體 乙烯這種氣體 所以它比較熟之後你可以拿去冰 可是問題 如果你跟其他的蔬菜冰在一起 它會催熟別人家你知道嗎 所以會使得跟它在一起冰的東西 就相對爛得比較快 所以冰溫裡面在冷藏溫度 它已經比較不會催熟了 但是還是會影響 其實反而要跟一些會發芽的根菜類 比如說馬鈴薯你怕它發芽 對不對 它會抑制它發芽 還有地瓜 還沒有了吧 它會吹人家手 可是它會抑制發芽 對 是 那第三個剛才Jason說的剩菜 如果你以味道的感覺來看是對的 可是我們前提就是剛才玉琳哥 有突破你的盲點 就是我們講的不是噴 我們講的是 我們講的是剩菜 還要再吃的 收水還要冰冰箱也太周到了 對啊 一般來講收水冰冰箱 我們的建議是冰在冷凍 家裡有養豬啊 你真的這麼瘦 有說你對豬太體貼了 自己人 那如果是還要吃的剩菜呢 因為它相對於它是熟食 你可能拿出來只是稍微微波或幹嘛 對不對 這時候你把熟的菜放在下沉 把生的東西放在下面 隨時都可能污染到它 所以我們建議這種熟吃的東西 是往上擺 下沉反而是放那些生的東西 所以熟菜上放生菜下放 第二個階段 行為取齒篇 好 我們來看看 來 等它 暗刺1應該是對的 沒有 我覺得你打破毛 你認識的時候就是在騙我 那你不是第一次來 我第一次來 你馬上就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我不是第一次認識他 哈哈哈哈 你不是第一次被他騙 對 我不是第一次被他騙 那你反過來告訴他 你覺得多少 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2喔 你覺得是2喔 對喔 抛腳 女生你懂的 準備 把你的號碼排準備好了 好 準備了 1 2 3 4 請選擇 不是2就是4 2跟4 4 剛剛誰說要選1啊 系統跟塵蠻怎麼會有關聯 那你幹嘛不選3 那3的話 因為我發現說 黴菌喔 我跟你講 黴菌喔 黴菌多卑劣你知道嗎 又來 黴菌有夠難殺的 很難殺 你看那個人家那個灰子夾有沒有 就是黴菌感染 你知道灰子夾喔 吃藥要吃多久 你知道嗎 吃到你走了 搞不好還沒好 還在那裡 所以我不認為說 光靠漂白水 靠漂白水就可以把黴菌殺掉 你認為不可能 黴菌那個名字很軟的 那個八字很硬 那你為什麼選2 因為熱水泡腳 紓緩靜脈曲張 好像一直以來似乎都是常識啊 都是這樣 因為靜脈曲張 它泡熱水 讓它血液循環變快啊 這樣就不會在那邊浮出來 不會浴在那邊嘛 可是我現在有想到一件事情 對 哪一件事 來說一件事 聰明 讓它脹沒錯啊 就已經曲張了 所以我們已經脹了耶 你是這樣舒緩 他已經脹了 他已經脹了 但是你把他縮起來 他的血流不流就過了 不過你不是你生嘛 他的速攻也會打開 你們真的不要吵好不好 如果真的 但是你想看看 為什麼我們痔瘡的時候 人家叫我們泡熱水 其實痔瘡就是 就是鋼門的靜脈曲張的意思啊 對啊 所以人家就叫我們要浸泡熱水啊 但是我看那些房子去賣曲張的 都是晚上躺在床上面 抬腳 抬很高 那你剛剛選的是四對不對 我選的是四 好來 解釋 因為 鹽就是刷牙的最好的朋友 你必須要用鹽去刷牙 以前可能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牙膏 用鹽水刷牙 就會讓牙齒變得更白 更防止細菌去滋生 對 那你覺得鹽的什麼成分 可以讓牙齒變白 就鮮了 就鮮了 就像那個 我是客家人嘛 對不對 所以客家人最喜歡的是什麼 醃漬 醃漬是不是要用大量的鹽巴 下去醃漬 那那個高麗菜啊 醃下去之後啊 就變白了 變得更白 對啊 是 三 大家都知道驅蟲植物 是沒辦法趕塵蟎的 沒辦法 而且驅蟲植物 你如果放在床頭的話 你到晚上那個驅蟲 它會行呼吸作用 會讓你反而你 臥室的空氣變得比較不好 所以基本上其實在床頭 絕對不要放什麼植物 那剛才 泡熱水餃 熱水泡腳 好熱水餃 熱水泡腳 好熱水餃 熱水餃 今天大家怎麼了 王醫師你怎麼 每一個都打鐵了 那個被人打鐵女王了 剛才提到說 靜脈曲張 就是因為它血液循環不好 所以這時候你在泡的話 真的會熱脹冷縮 你的靜脈曲張會更嚴重 真的要像傑森講的 腳要翹高 真的要翹高 王醫師他痣瘡為什麼要在泡熱水 泡熱水是因為 你不可能倒立泡熱水 你懂嗎 那再來重點是 你泡熱水的時候 你要做那個縮肛的動作 那那個地方的血液循環變好 它彈性變好 對 這才是重點 所以大家這一題 基本上其實 一定要看本節目才知道 靜脈曲張 不要再泡熱水 這會更嚴重 那泡冰水或冷水可以嗎 這當中沒有用 你就是時間到把腳翹高 或穿那個彈性襪 翹高 就讓它回流這樣 對 沒錯 那再過來第四 基本上我們刷牙你知道 動作正確 有水 你的牙齒就會清潔 那你加這個鹽水 它基本上 殺菌的效果不是那麼大 它美白是根本也沒有 所以重點是 我們常常說放後 你叫做清潔的動作 這些牙齒就能夠保持 保持得比較良好 那剛才玉琳哥講的最好 其實黴菌是很難殺 是因為它死掉之後 它那個顏色會沉澱在那邊 所以你可能說 你可能用漂白水 是一種刺濾酸 它可以把黴菌殺死 可是它那個顏色還會存在 所以它是因為顏色存在 讓你看的心情很不好 那那個顏色 其實基本上是很難退掉的 基本上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它本身黴菌會剩在更裡面 那你會更難做 所以還是用那個漂白水去做的話 基本上你把調皮的濃度對 讓那個空氣流通比較好的話 它是可以把黴菌處理掉 好 到目前前三題 玉琳 妳到底要不要開始 怎麼辦 這樣很破蛋 還沒開壺 壓力好大 還要開始 還有誰沒開壺 大家都開壺了 天啊 加油 第四題 好 我們來看第四題 希望小蘇打可以保留維生素C 來 1也144 1也144 你跟文綺從頭要弄到尾 真的耶 真的是默契大考驗 玉琳哥你也選1啊 對啊 好蛋了 為什麼 啊 1沒錯吧 因為好像都說 開水滾的時候不代表 那個完完全全可以殺菌 所以多滾五分鐘 要幹嘛 就繼續再殺菌啊 我覺得好巧喔 因為我剛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一則新聞 開水滾了如果再多燒個 3到5分鐘恐怕會致癌 真的 再燒3到5分鐘會致癌 對 很像形成一種化學會 就是因為有些人 因為我來不及了 我要準備出門錄影 所以後面我沒看到 我沒有看清楚 不是啊 那如果你說你吃火鍋 那個也是水嗎 那如果你一直讓它煮的話 沒有 高湯跟水是不一樣 又不一樣的 那你選4對不對 你又不做菜 因為炭子的小蜜在做 小蘇打太有用的一個東西了 小蘇打會拉高所有東西的PH值 你在炒菜的時候溫度變高 所以它變得酸了一點 那維生素就完完全全的 沒有辦法活 所以你必須要放一點小蘇打 讓它的PH值變得比較 還會提升甜味 所以你一直說小蘇打 降熱就對了 我養海水魚 你一直說小蘇打是鹼性的 跟它酸鹼中和 對對對 那如果你已經炒的過程 該流失就流失啊 你後面再去補 有什麼用 對 這麼容易被宣布嗎 我是不管了 我是說到底就對了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真正的專家在這邊 蘇青 這一題有人答對了 真的嗎 不是1就是4囉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1 超級 耶 你出文了 你開張了 你開張了 今天子雄開張 我先解釋一下海軍看到的新聞啊 我看錯對不對 你那是網路謠言 你沒有看錯 其實這是 那沒看完是不是 這是不同階段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為什麼支持燒開水 多滾5分鐘的這一群人 是因為覺得說台灣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自來水呢 可能為了讓它殺菌 所以我們裡面有加氯 那有時候當你家的水龍頭打開的時候 它還有殘餘的氯 所以這些殘餘的氯 在我們煮開水的期間 它如果碰到一些 尤其氯呢 如果遇到一些細菌或什麼 成為有機化合物 就會形成剛才說的 三乳甲烷 三乳甲烷是一個致癌物 對 所以他們是希望說 因為煮開之後 多煮5分鐘 等它多滾5分鐘煮完 所以以前說多滾5分鐘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現在有人說 可是多滾5分鐘你會致癌啊 因為他說 他說的是說 你開蓋多煮5分鐘 而且你沒有抽油煙劑 它有過程的 三乳甲烷有兩種方式 進到你的體內 一種是你直接喝下去 如果你沒有滾 它就可能如果有殘留 就直接喝進肚子裡 有腸味道吸收 另外一種就是它煮開了之後 由你的呼吸道吸進去 那認為說多煮會 致肺癌的醫生 他認為說你多煮了 然後你一般排灣人 煮開水又不開抽油煙劑 這個時候你反而去打開蓋子 就一直吸它 這樣還剛好就會吸到 所以他認為說多煮是危險的 可是贊成說多煮的人 他一直都有一個單數就是說 煮開水的時候應該開抽油煙劑 而且你就人不用留在那邊吸 然後滾完再去關掉就好了 那至於二的話 錯在不是加啤酒 你要降低我們所謂的 氧化膽固醇產生 他們會建議你是加一點蔥 或加一點蒜 就是等於幫它燙氧化 那至於加啤酒 或加什麼橄欖油或加檸檬 是說醃肉的時候 不是在那個再煮滾的時候 所以這是加蔥或加蒜 那味精有沒有不健康 其實不是 味精其實就是一種福安酸 它會存在於包括你像 有一些有鮮味的物質 像有一些香菇 甚至有些昆布 它會有那種鮮味都有 所以它其實就是天然物 把它用合成的方式做出來 那我們古代一直說味精不健康 是因為有些人有所謂的 中國餐館症候群 就是說吃了之後有口渴 然後吃了之後有腳腫 還有些人說吃了之後 就一直心悸連同 那這個我們認為 它其實是一種過敏症狀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對於這個味精 他有一種過敏 所以他出現這個 並不是他有毒 反而肌粉我們還比較擔心 為什麼 因為肌粉 你有時候方生的肌粉 第一鹹 二 油 三 我們並不知道要用 哪些什麼樣的東西去做成 反而它的成分比較複雜 所以與其你如果不放味精 那你也不用放肌粉 你就自己熬高糖 那四的部分 其實Jason講對的一個部分 說實在 小蘇打確實是可以調酸鹼質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人 它的菜會炒得特別的綠 或者肉會炒得特別的嫩 它其實是一個好的烹調的 對食用的小蘇打 是喔 對 它是一個烹調的小技巧 可是剛好在維生素C這裡 剛好相反 維生素C 喜歡酸性的環境 所以反而讓它 酸性降低 什麼檸檬啊 對 對 越酸的水果 是不是維生素C 越多 但是檸檬是 酸性還是鹼性呢 檸檬在 PH值上是酸性 所謂的鹼性是 吸上去以後 它的這些離子跟代謝之後 才叫鹼性 所以如果你要保留維生素C 有兩種做法 一 反而要用油炒 油不要太多 然後很迅速的快活炒 雖然這個會破壞維生素C 可是反而這樣的過程中 他們發現 尤其如果你用的是橄欖油 或者是芥花油 反而可以比水燙 更不能保留維生素C 對 所以如果你要做 第一種可能加一點檸檬汁 第二個就是 你用一點點油快炒它 不要水煮煮太久 來 加油 第五題 好 來 第五題的題目是 辨識疾病 徵兆 才能守護家人健康 下列的連結合者是錯誤的 一 錯誤 然後是十二指腸溃疡嗎 第二 排油辨識 大腸癌的初期嗎 還有第三 突然視力模糊是小中風嗎 還有第四 尿尿有水果味 這代表是糖尿病嗎 這題我剛剛有把握了 一 二 三 四 請選擇 二 三 四 四 拆開了 拆開了 玉琳二 好 我們一件一件事來講好了 翻面覆通十二指腦 你又有話說了 對啊 應該大致是OK的 然後這個 突然視力模糊小中風 這大致應該也是OK的 對 應該是如此 也常不像僅到我們 那尿尿有水果味 糖尿病應該不能 應該是說 無用質疑嗎 應該說也是對的 也是對的 因為就是 因為它不能代謝那個糖嘛 對不對 所以糖同尿液出來嘛 糖同尿液出來 當然會帶有水果味 糖一定有水果味嗎 對 那是果糖 果糖也有糖果嗎 可是 排油便 好 一字之叉就差很多 那個 叉字好理事之間 什麼意思 應該是排血便吧 對 排血便是大黃海師 哎唷 應該果然是哈佛大學了 我哈佛大學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啦 大校園 不是 不是 哈爾濱佛學院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很美 對 我們也是 均衣吃紙耶 你怎麼知道 那好不容易才考進去的 真的 幸福你了 就應該寫論文 那論文 我當時差一分 沒有上那個台大醫學院 好樂 後來就去唸詩心 差一分 差一分 我才說是連兩個志願 不是當醫生就是要做節目 對 做節目帶給大家歡笑 Jason 我覺得視力模糊小中風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吧 沒有關係 對啊 糖尿病才有吧 糖尿病前期應該 視力也會看不大清楚 沒有 小中風指的是血管破裂 有時候那個眼底的會血管破裂 也會模糊啊 對啊 聽你們這樣講我也覺得 我當初就是沒有天氣 你跟他好好的講啊 我覺得Jones你越來越沒信心 超級沒信心的 對 我也覺得答案應該是 但是應該不是排血便 可能是排那個 像羊一樣的那個 沒有 答對啦 除非我剛講錯了啦 就是說排血便 搞不好就已經是末期了啦 而不是自期了 所以我現在猶豫有答案是 對一次錯就在這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 好來 後面兩位都是四對不對 對 四 來 四 來 你是用猜的嗎 不是 這個是真的 你有真理喔 然後拜託 不見得說你上個廁所 然後是聞到什麼味道 你就已經確定說我得了什麼病 不可能啊 有時候像我們喝咖啡喝下去 也是會有咖啡味啊 沒有 因為我們家其實是 有糖尿病的遺傳 就是有學生 所以我奶奶跟我舅舅 都是這樣走的 我知道說就是他們尿尿不會有味道 我記得是這樣 只是說螞蟻會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散發出一個味道 蟻有甜粉 對 會有甜粉 但是我們人是自己聞不到的 對 但是是真的螞蟻自己會過去 很奇怪 是喔 對 真的是 而且我是在外婆家 因為我是外婆跟舅舅同時一起 然後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真的有發現馬桶旁邊 它自然而然 因為我們去 譬如說它上完廁所 我進去聞 如果真的有那個甜甜的味道 我們下一個人一定會聞到 但是都沒有 可是你就看得出來說 奇怪怎麼有螞蟻的一些 跡象在那邊 被拿這麼多題目 文綺只有這段題目 我回答的最有他的道理 邏輯 邏輯 邏輯是確定的 他們是不曉得為什麼做 為了支持他 我就跟他一起選四好了 來不及了 謝謝你的公帳 謝謝 來不及了 我怎麼會選三呢 不好意思 正確的解答是哪一個呢 要幫玉琳哥打個廣告 均衣之子 從前面五題來之後 這題跟純衣邪最有關係 他終於答對了 耶 假的 但是我要補充兩件事 大腸癌初期 他可能是大便的習慣改變 或是你大便的那個尺寸 就是你的紫徑大小會改變 因為長腫瘤了嘛 所以那個分辨經過那個通道 會變得比較細 那一般來說 幫那個衛福部打一個廣告 50歲以上要去做大便的檢查 萬一你有前血反應的話 可能是大腸癌的初期 那至於第四個答案 那個尿尿有水果味 其實紋綺你講到只有前半段 初期的糖尿病的病人 他可能控制不好 他尿裡面會有糖的成分在 螞蟻會去吃 可是當你糖尿病控制不好的 他變成有個叫做 銅酸中毒 這銅酸中毒 他的尿裡面 就有那種淡淡的水果發酵的味道 那是屬於糖尿病控制不好的病人 他會產生這種現象 所以糖尿病人 有時候他真的如果聞到他的味道的話 表示他是基本上 糖尿病是控制不好的 這也是一個症狀之一 酸味道 那這個1跟3 基本上如果說你可能如果說 半夜腹痛 半夜腹痛的話 如果是上腹痛 痛人腳痛的話 中去急診的話 急診醫生就要判斷 你到底是12指腦潰疡 還是屬於那什麼膽結石 還是其他問題 基本上12指腦潰疡要列入一個考量 那冬天到了很多人會什麼 會有一些小中風的現象 不要以為你眼睛視力模糊 可能不是什麼大問題 有可能是小中風 那也可能是眼睛中風 也可能耳朵會中風 那大家要特別注意 好 來目前5題勝出5題逆轉題 逆轉題很緊張很關鍵 這個好緊張 我跟妳現在目前最後一名 我們兩個是PK的 我們讓他 讓他們好實在是 可以嗎 最後一次還有機會 妳要被懲罰 對齁 還要懲罰 妳在選4沒關係嘛 其實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對 任何人只要這題贏了 可能就贏了 沒錯 但贏了是跳上去了 但是你們1分的特別要威脅 如果你沒對的話 你們不管他們兩位 他們兩位兩分都錯了 還是你們輸了 所以我們兩個穩贏不輸 也不能這樣子講 不能這樣子講 如果他們都答對了 你就是輸啦 對啊 所以我一定要抓他們兩個 其中一個嗎 這我不能抓 這樣抓什麼 不要抓 因為你不能偷看 其實真的沒有一定的 加力道 而且這題3分 3分加力 來看題目 專心了 認真一點 說到了毒無所不在 不想在家也中毒 下列居家安全的顧慮 何者是假的 假的 1 天然的大理石地板有毒 因為是冬氣 假的 2 假的 假版的塗料有毒 因為假權 假的 3 防火材質有毒 因為多秀連本迷 騙人 還有4 原木家具也有毒 因為色 都假的 怎麼看起來都假的 天啊 誰看得懂 3個是真的 3個真的 1個是假的 3個是真的 對 1個是假的 有陷阱 選出假的 你不光這樣一看 你會覺得心中覺得有點 剉剉的 完全看不懂 不是 你不要管看不看得懂 但是有一個去掉 其他3個如果是真的話 你看我們在家裡面 很多毒 都毒 是不是 大理石 原木 大理石這麼多人用 而且它還標榜天然 對啊 天然的大理石 大理石一個 甲板塗料是一個 防火材質是一個 還有原木家具 你看 都是家裡都會有 對 所以很重要 這恐怖了 芝麻當火嗎 假的 時間到 哪一個是假的 哪一個是假的 假的 來 假的 什麼叫假的 其實我吃不太懂 好了沒有 準備 這一定要用賭的了 對啊 請選擇 快啊 什麼 3 4 4 4啊 又一樣耶 只有我不一樣 我跟妳一樣 真的假的 剛才我跟妳一樣 沒有一樣的 我完蛋了啦 跟趙文綺一樣啦 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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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傑森 還有傑森 給他輸 傑森 如果他錯的話 我們當然要去錯 如果他一人讀對呢 會變成怎樣 我跟你講他一人讀對 海軍被處罰 海軍被處罰 對不對 那如果他一人讀錯呢 如果他一人讀錯 那就他會處罰 他會處罰 不是大好就大壞 讓遊戲更有意思 你決定我的命運 你們如果四位都沒對 那還是我們兩個一起 你們兩個一起 對對對 對 要不要聽哥哥一句話 好 那個喔 色是這樣 怎麼樣 一般人 色自頭上一把 一般人不了解色 我可了解色的 色是一種 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元素 除非你那個森林 被核彈攻擊 或者是核能電廠 那個輻射線外界 這樣之前那個輔導 不是叫做檢查說 他們的蘑菇含有色 那是因為核電廠的事故 那色本身就是放射性元素 所以原木會去沾染到輻射線 哇 那事情大條了 在你講的同時 對面的老師 點頭如搗蒜 我們請上審討了 我媽啊 確實考試需要有考運 因為前面那三樣的毒物 你也不認識 我都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他 剛剛好 偏偏我就只認識色 好厲害啦 我跟你一樣耶 認識啊 對 好 那文綺 你為什麼選四 我當然是用猜的啊 好誠實喔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用猜的 猜牌可以猜到四 就我沒辦法猜對 你選三次 你不要放棄啊 不要放自肥部 你不要放棄治療 我講個頭頭四道 搞不好也是錯的 對啊 對 防火牆這材質 都已經用防火花那麼多錢 就是這個意思 防火材質嘛 對不對 就這樣的意思 不然沒道理啦 好緊張喔 好 怎麼辦 蘇琪 這一題 要怎麼來 我只能說 也是有人答對 唉唷 完了 看不會是一個還是三個 然後我先說 要嘛就Jason處方 一路輸到底 要嘛就是海賊處方 對 就這樣了 你們兩個人選擇 我先說第一個是對的 大理石 大理石地板有沒有可能有毒呢 確實是 因為他們認為在尤其在歐美國家 他們如果說他們不像我們這邊華人的肺癌因子 或者我們有拜天花 我們有炒油煙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室內導致肺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用了天然大理石 而這大理石有冬氣 冬氣我們一般認為它是會致肺癌 它是肺癌的致癌因子之一 所以家裡不要太豪華 就一般的就可以了 就是用壁紙貼一貼像大理石就好 也可以 那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甲板的塗料 為什麼會請大家說 在購買一些家具的時候 要選購無甲醛的 就是因為那些甲板它要把它交合在一起 你會發現一層好像那種碎木 然後好像鴨扁那種 那是它在交合的過程中裡面會有甲醛 所以即便你在外面放一陣子 你覺得它也是那個味道 所以甲板最要擔心的就是甲醛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避開它 就是買綠件材 就是或者是經過檢驗沒有甲醛殘留的 好 接下來三跟四到底是哪個 是對的 我們來三當中比生孩子還近 我跟你們講 那個厚伐的東西真難喝 都喝下去 我跟你講 今天晚上他們的厚伐 就是給我們喝什麼你知道嗎 黃蓮湯 而且已經是吃得糖尿病的人 全文型的舊主家挖來 來 答案 我必須說其實 原木裡面有沒有可能有放射線材料 當然有可能 因為那些原木的放射層 如果被木頭吸收之後 你在植物裡面可能驗得到 可是呢 所以你要說原木加劇一定沒有 那個放射性材質是不一定 但是有色的機率就太低了 因為色不是常見的天然核種 它一定是這種核災變才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說裡面有點 會有其他的放射線 還有可能有機會 有色大概就是不大可能 所以是錯的 所以我們是答案就是對的 對 答案就後來 我們答對了 你答對了 我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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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啊 等一下我跟妳回家 不用了 那妳快去尿 快 然後我幫Jason解釋一下 三為什麼是對的 他說防護材質為什麼沒有毒 這個其實 這個多秀蓮本迷出現在一些 我們叫做阻燃劑 就是阻止燃燒的阻燃劑 那阻燃劑可能添加在哪些呢 比如說以前我們會擔心 你會發現那個電視越看 它又越燙 或是電腦主機 你有沒有覺得越阻 那整個都燙起來 它們會避免 它在溫度升高的時候 自燃或者燃燒起來 所以那裡面會加阻燃劑 那阻燃劑這種毒 它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劇毒 而是當它隨著熱開始加溫 它就會溢散出來 這個裡面的多秀二本迷 多秀二本迷呢 它就是很像環境荷蒙的一種 所以它們認為會 這個是有味道的嗎 老實說它本人沒什麼味道 可是你可能因為 你的那種塑膠開始發熱 你會聞到味道 所以以前就發現 曾經香港有一個人 他就是那種宅男 把自己關在一個 都是電腦機房 很久 結果後來出現甘種大 他們就認為跟多秀二本迷 是有關係的 對 所以現在歐盟 它會要求不能添加 但是不是全球都沒有添加 所以還是要注意說 你的這些防火的阻燃劑裡面 有沒有參的這個東西 多秀連本迷 好 六道題目 傑森恭喜啦 傑森因為還是從那一題啦 對 最起碼有一題 第一題 對 但沒想到 對 還好不是零嘛 但是沒想到 玉琳跟文綺整個就拉到 都是五分啦 真的耶 超級厲害 而且很厲害耶 所以要恭喜玉琳哥不用買100張 不用買100張耶 而且太戲劇化了 你看 吉拉尾盤 我前面不是都沒答對嗎 真的耶 吉拉尾盤 他下次來都全部都全一 沒有 這方法不錯 提供可以要斷口的朋友 來 傑森 恭喜你了 接受處罰了 這個就是你的處罰 這根本是獎勵嘛 這獎勵 給小朋友吃到會一定超喜歡的 這是什麼 想吃嗎 我現在問一下 很香 真的 他也幫你處理過 有幫你處理過 而且顧健康啊 顧健康 那個是滿美的 這很好的 水果味 怎麼有點星星的味道 可以嗎 來 你要咬開喔 好 好好吃對不對 這處罰 怎麼了 為什麼你給他吃他也吃了 怎樣 不是很香嗎 你不要特別做效果 你再吃一個看看 別讓他變這樣 是不是挖錯了 難的 真的有這麼奇怪嗎 我一起 怎麼會有這種表情 這個畫面煩了吧 怎麼會這樣 我愛你 Jason來 一次五顆 一次三顆 對 怎麼樣 好有玻璃 我看他臉我都覺得好酸 OK吧 不用真的吃完 不用真的吃完 你要一顆就好了 這好像可以自膀胱發炎 不是嗎 你這咬我都聞到了 我都覺得整個 這看起來是甜的 但為什麼吃起來這麼酸 好酸 我現在聞到味道 我現在分泌口水 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會酸成這樣子 還好 真的 而且你會一直生 那麼深 那個口水 因為太酸了 真的 海峻你沒吃過對不對 不錯 這是生津止渴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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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嗎 這是蔓越莓嗎 這蔓越莓 那蔓越莓 新鮮的蔓越莓 大家如果沒有吃過的話 其實不錯 所以我們市面上在吃的 那種胸部有加很多的 我們講的稀釋多少 對 敢這樣吃還得了 女生多吃這個好 對不對 不明尿道 不敢 不敢繼續咬 喊嘴聲發抖是不是 臉已經在抽動了 生效 你帶回去給NO哥吃 可以 對 說你愛他 你眼淚都流出來了 我還很小酸 對 好酸 你就拿給NO哥說 這個代表 我們的婚姻生活 酸 酸 好啦 我們這個雖然說你沒有關係 對不對 有時候他們算是僥倖 沒錯 我們現在再借在禮拜 我們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